如何让眼白恢复洁白 如问医生科幼专家 金明丽 CN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眼科副主任医师 眼白如果颜色发生了变化 会恢复洁白吗 平常生活中可能有些人会发现 自己的眼白不像小孩子那么白了 有点发黄 有这种现象 它可能会发白吗 当然如果你是在一个短期之内 发现有眼白的发黄 甚至伴有一些全身的消化系统病变的时候 建议还是要积极地去医院检查 来排除一下全身疾病 比如肝病等等引起来的眼白的发黄 但是如果说没有全身的疾病 仅仅是眼白的发黄 它是不可能通过什么治疗 把它恢复洁白的 那它是我们鞏膜自身的颜色 不可能通过药物啊 这些食物啊 来恢复它的这个洁白 眼白呢 它不可能通过治疗恢复洁白的 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 当你30岁的一个人的皮肤 它跟小孩子的皮肤能一样吗 它是通过年龄啊 紫外线的照射啊 这些原因慢慢发生改变的 那么我们的拱膜的这种眼白的颜色 它也是这样子的 它由于紫外线啊 年龄的原因 它会慢慢的不像小孩子的时候那么白 所以它不可能通过治疗恢复洁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